2025年財政預算案出台之際 我國究竟有沒有強大的財政能力 也成為了全民關注焦點 經濟事務部部長拉斐茲指出 儘管國家收入有所增加 但是政府依然需要優化支出管理 同時確保國家經濟增長 好讓人民的收入能力更上一層 我認為我們在談論如何 要整理解創政策的財政策 我們有很多關注在過去 我們談論財財財、財財財財 feeds ond splendides internally we have also been looking at optimising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spending we are going through that process and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the government to demonstrate that we have done everything possible to optimise our spending to give the best value and at the same time 他今天出席世界银行举办的 马来西亚经济监测报告发布会时表态 政府的支出管理和人民的收入水平 是决定国家创造收入的两大因素 因此在制定任何决定时应该纳入考量 针对团结政府是否在今年内实施 RUN95燃油针对性补贴措施 拉斐斯声称 这还需要等待新财案提成后才能定夺 他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剩余预期 加上令级汇率近期强势回升 为政府腾出了一些空间 落实财政计划 减少了政府被迫削减燃油补贴的压力 部长也表明 随着国家的经济指标走向正轨 政府将拥有更多的选择方案来达成目标 借此整合国家的财政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